你见过比鸡还大的扑龙鹅吗 你见过比胳膊还长的蚂蚱吗 它们个个都称得上是昆虫界的王者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十种昆虫界的巨无霸 尤其是第一名 竟然来自我们中国 第十名天鹅龙虫 这只蚂蚱只因为多看了它一眼 就被射了满满一脸 单从外表看 这个七八零里的小可爱似乎非常的柔弱 但是它却是地地道道的食肉动物 它通过喷射堪比强力浇水的粘液来捕捉猎物 几乎所有活动的生物体 都是它们的狩猎目标 而且你肯定想不到 虽然它的外表看起来很像毛毛虫 但是蜘蛛和螃蟹才是它的近亲 第九名犀牛蟑螂 它原产于澳大利亚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一种蟑螂 体长最长可达到8.3厘米 视线记录世界上最重的大蟑螂 而且它的寿命可以达到十年之久 所以很多人喜欢把它当作宠物饲养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 犀牛蟑螂并不像其他蟑螂一样拥有翅膀 所以它一般不被视为害虫 第八名巨大花钱金龟 无论从哪方面看 来自非洲的巨大花钱金龟都称得上巨型昆虫 它们在幼虫七体中就可以达到一百克 成年的雄性花钱金龟更是能长到十厘米左右 然而如此巨大的它 却主要以树枝为石 所以它们被认为是自然界的素食主义者 但却常常成为小猫小狗的饭后零食 第七名非洲巨螳螂 和所有的螳螂一样 非洲巨螳螂也是出了名的凶残 它的体长可以达到十厘米 能轻松捕食小型脊椎动物 捕捉鸟类更是不在话下 就算是蛇在它眼里也只不过是一根喷香的蜡条 第六名巨鲨中 巨鲨中主要生活在孤立的岛屿上 因为缺少大型天敌 所以它们的体型变得巨大 不算腿和触脚的话 仅仅肉身就能达到十厘米 曾经有一位昆虫爱好者 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 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巨鲨中 体重近达到71克 相当于三只小老鼠的重量 这可以称得上是巨鲨中之中的王者 而且巨鲨中非常的凶猛 不但可以吓跑老鼠 当受到威胁时 更会向人类发起攻击 如果以上这几种昆虫并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奇 那接下来的这五种 你可就要服好你的下巴